周遇寇的风波持续延烧 也让各大参选人们在各批战场抢声量 包括向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就在台北市三大路口推出了 投给陈时中就是支持周遇寇的看板 也邀请民众来打卡 让民进党立委高家律批评 这样的贴标签做法太过情绪性 投给陈时中就是支持周遇寇 形目的绿色看板加上酸溜溜的标语 就在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吸引选民目光 台北市议员徐晓鑫再出招 交通树纽三大路口 通通贴上周遇寇加持看板 还邀请民众来打卡 是最近看到了这个周遇寇 跟陈时中的粉红泡泡故事 那我个人深受感动 喜欢周遇寇的都投给陈时中 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可以播放出来 让我们全台北市的市民都知道 觉得当然对小部分的民众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那贴标签的行为说实话 这个是一时情绪性的一个做法 但我觉得民众还是会回归理性 立委高嘉瑜批评贴标签 做法是太情绪性 两位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隔空在岗 但其实这样的互抢声量状况 不只在党外发声 党内也掀起联漪 同样是松山新议选区的议员王洪威 不只陪同张淑娟按铃提告周遇寇 更在会场前两人上演 女人的战争几乎是头版焦点 但这样的选战红利 徐晓鑫没打算只让王洪威一人全盘拿下 就在同一天徐晓鑫脸书开第一枪 邀请政治人物响应 聚上周遇寇节目 隔一天再检举周遇寇的政论节目 种种行径试图把美光灯 转移到自己身上 周遇寇风波延烧 参选人各批战场 抢声量 抢话题 上演焦点 争夺战 记者林世环苏子杰采访报道